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深圳和中小创业板则分别有动程度上扬 在欧美方面 欧洲三个国家继续下跌 跌幅约在0.5%左右 而美国三大指数则出现了较大跌幅 其中标普纳斯达克和道琼斯分别下跌最少的0.8% 最多的达到了1.5% 这么一来的话 美国道琼斯指数在两天中累计时下跌超过700个点 那么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目前维持在1317左右 而比特币呢 昨天是轻微下跌3% 目前是10400附近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主要说的一下就是 澳洲打压房价同时也会错杀澳洲的股市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呢 是为了控制住这个不断上涨的房价 而出台了不同的措施来抑制投资房 那么这样一来会不会影响到澳洲的股市呢 答案毫无疑问 是肯定 那么这两年我们看到的美国 英国 这个欧洲 日本 香港 就连是A股也已经从2015年的股灾低点上来超过20%以下 那为何澳洲股市却依然是在6000点始终就上不去 或者说上去之后每一次都被打下来 在我看来 其中政策上打压房价也是造成股市上不去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两年呢 澳洲是通过了各种手段和政策 主要是通过呢 控制海外贷款 还有海外收入的贷款 以及呢 海外居民 限制海外居民来购买澳洲的房地产 这样一来呢 来这个实现 通过呢 实际就是在供求关系中呢 把这个需求减少 从而呢 把这个商品的价格拉低 那么这样一来 通过两年下来情况来看 虽然房价的上涨是得到了抑制 但是呢 副作用其实也是很大的 我们不说澳洲 我们说中国在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这些地方一个房 普通一间房 普通普遍价格呢 是在500万至1000万左右 就算它是500万 一幢楼如果有20个房 那就是一个亿 一幢楼一个亿 那么一个小区 至少就是5到10个亿 那你说 多大的企业 一年能够创造5至10亿人民币的利润呢 在我看来 绝大部分的企业是创造不了这样的财富 所以说 楼市好 对于一个城市的GDP来说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房地产在中国欣欣向荣了几十年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呢 我们知道现在的房价是不得不去压 再不压的话 可能会出大问题 所以说 中国GDP这两年放缓 甚至于有所下调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呢 房地产政策得到了控制 或者说呢 这个得到了打压 房价正在被打压 澳洲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四大银行 是这个金融板块中的主力军 同时金融板块呢 又是澳洲股市的第一大板块 那我们之前反复说到 澳洲银行股的核心资产 就是商业贷款和民用贷款 那如今这房价上不去 换句话说就是 银行手里的大量的这个 抵押贷款合约 其价值正在被缩水 换而言之 银行的账面价值在缩水 所以说我们看到银行虽然是每年赚了这么多的钱 但它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就始终没有动 甚至于还有下跌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澳洲股市迟迟上不去的一个主要原因 为啥上不去 因为第一板块 第一大板块 金融板块呢 在过去一年几乎就没动 所以说澳洲的房价虽然一直住了 但是澳洲的股市却成了一个瘸团 本来一个是金融 一个是矿业 两边如果同时能上 那么澳洲股市早就和欧美一样心心上路 但是现在呢便是两条腿断了一条腿 所以说澳洲股市始终就是在6000点上下 那么还有这个昨天 我们知道澳洲的本地银行 西太平洋银行也发布了对于澳元的分析报告 他们觉得呢 由于美元将会在今年连续加息 使得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将会在未来达到0.72 也就是说比现在价格要下跌6%左右 那么对此观点我个人是并不赞同的 我们知道虽然美元在加息 但是影响澳元最大的因素不是来自于美元 而是来自于呢矿产价格 主要是四个板块 铁矿石 铜矿 煤炭 以及石油价格 这四大资源和商品价格 是导致澳元上升或下跌的主要 或者说是最大原因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讲 我们看这个图 澳元过去十年的走势图 从底部2015年的年底 到现在的一条斜线 目前澳元始终还是在长期的上涨趋势线内 因此只要现在的下跌还没有打破趋势线 那么即便是它暂时跌破了周线级别的上涨线 但是它还是属于一个上涨状态 因此我个人觉得呢 由于资源价格在今年和明年将会逐步恢复 即便是美元加息 但是对于澳元的影响来说 依然是资源价格影响大于美元的升值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大家仅供参考 最后呢 今天晚上大家注意 要注意的是呢 在这个晚上8点30分 做英镑的朋友要注意 是这个英国的制造业PMR数据 另外到了凌晨 就是周五的凌晨2点 美联储主席将会再一次在国会做证词 因此呢 今晚上美股包括美元将会有重大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典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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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